大家好,爱吃瓜的瓜妹,又又又和大家见面了 那今天呢,咱们一起来盘店一下 杂双茫尾最好看的女爱豆都有谁 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吧 No.20本月少女,Chu 娇喊灵动,可爱无双 本月少女的Chu是当下韩国最火的女爱豆之一 2021年的女爱豆搜索两周 Chu是少数时代到二时代都上榜的女爱豆 Chu所在的组合本月少女 并不是韩国一些女团 Chu能够有这样的人情和她出众的 Starsing分不开关系 Chu的长相娇喊可爱又清爽 有人曾说,如今的Chu是代替了李娜恩曾经的市场 华美看来,倒也有几分道理 这两位在外形上确实有几分相似 而静致雨的双马尾也是颇具美名 本身就十分甜美的Chu 伴上双马尾更加娇喊可爱十分讨喜 No.18 S.H.48 松心人,妩媚娇俏楚楚的人 松心人算是现在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调心女爱豆了 在我这里,她很有调神Cenna的味道 Cutie and Sexy 松心人和Cenna一样属于脸蛋肉肉的 娇娇可爱而身材又缝润有致 神态又铁又美完全是甜美调心 忍忍的双马尾就像是一朵浇花 美而不夭 No.17 The Night 孔雪儿 又姜又酷甜心辣妹 孔雪儿早在参加青春忧女的时候 就被大家称为场龙第一惊花 雪儿姐长相美丽,性格娇俏 舞台魅力又死泪 综合到一起 她的双马尾倒也是别人没有的一种特色 又甜又露又美 ITZY黄理智 沙漠狐狸高冷艳 黄理智在韩国既被人说成是猫素 也有狐狸香的美称 黄理智在长相上属于很有特色的 具有攻击性的美女 这一点和同代女爱当柳之谜很像 两位都是特色美人 一个狐狸素一个蛇素 和小白花兔素们的差别只能挺大 黄理智的双马尾很野 但是又不粗犷 而是一种野心的美 看起来就像是刚傲的沙漠狐狸 No.15 IVE张远一 清纯小兔软软公主 张远一就是兔兔本兔 而且一定是毛茸茸的北极兔 妹妹长得实在是娇甜可爱 加上双马尾不就是兔子成精了吗 No.14 硬堂少女郑乃兴 又甜又郁 吊息甜心 奶奶郑乃兴 长相就是那种娇娇软软的类型 非常软媚 五瓜和轮廓都是圆圆的 像年画上的娃娃可可爱 她的气质里有几分桃球的魅气 加上双马尾倒点甜欲的感觉 No.13 奶木版46 翟腾飞鸟神赐少女 青彩零星 翟腾飞鸟我们的老婆 在日本奔育为被神选中的少女 翟腾飞鸟是非常完美的美少女像 巴掌的脸上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气质又不是普通的甜 而是一种超凡的少年气 身形纤细 挺挺进直 这是少女漫里走出来的少女 翟腾飞鸟的双马尾突出一个领子 这种瓢人一动 领彩飞扬的样子 在女爱豆中也是独一份 No.12 SNH48 废青元 漫画少女真人CG 废青元也是国内现役套普及甜妹 才出道的时候就凭借着双马尾造型 火到日本 还有称为中国渡边麻木和王道偶像 而后去年赞加女版青春有女时 也因为双马尾造型引发热议 成为了节目中最受欢迎的甜妹之一 可以这么说 如果国内要选一个日系正统偶像 那么我首推废青元 No.11 Twins Senna 魅力无敌 天生爱豆 Twins的Senna被誉为女团第一吊神 在韩国和日本都拥有超高人气 Senna的长相是可爱的狗狗系 但是身材却是一顶一的游巫身材 再加上很强的舞台魅力 Senna被誉为人间吊神 而Senna还有一个专属称号是Cutie and Sexy 形容她又可爱又性感 Senna不仅性感还是韩国女团套步 可爱也是女爱豆中的第一体队 她的双马尾元气满满 甜妹娇笑 也是双马尾Topline No.10 元火箭少女赖美云 少女偶像完美萌新 赖美云长得真的是很萌很萌 大大的张富尔 大大的眼睛很卧材 还有可爱的虎牙 简直就是萌的代名词 妹妹扎双马尾就是萌上加萌 少女偶像之神 No.9 Twins Lina 蜜桃气水元气满满 韩国女团甜妹甜满满是谁 还是李娜蜜 都为元气女团TWINS的ACE 娜蜜的双马尾可以说是整个韩国女团中都是排得上号的 娜蜜的双马尾特点是什么呢 那就是元气和轻爽 娜蜜被称为果汁美女 她区别于其他女爱豆的甜 就是她的轻爽 打个比方的话 其他人是糖果 而娜蜜则是蜜桃汽水 No.8 原FX垂雪梨 纯玉甜妹人间蜜桃 崔雪梨 纯玉的代表人 又纯又玉 这个风格就是由她而来 雪梨的长相是很典型的 公主像舒展又典样 这样的人扮上双马尾之后 不仅没有折损自己的美人风味 反而平填了几次元气 No.7 Red Velvet 裴朱炫 神女下凡 美神将士 Erin韩国第一美人 女团四代水岩 Erin属于那种非常典型的正统美人 阿里说这样的美人 最适配的妆容是黑发大波浪 双马尾会削减大美人的气场 但是相反的是 裴朱炫的双马尾反而特别好看 清丽又艳丽 算是双马尾美女中少见的风格 No.6 Espa 金文婷 可爱狗狗 又甜又丢 Espa的金文婷 是那种非常可爱的狗狗香 看起来也有点少年气 又有些女孩子的吉林劲 很是讨人喜欢 加上双马尾的金文婷 就像是打扮的很可爱的傲娇小行犬 让你又忍不住想上手 软的冲动 妹妹太可爱了 让人爱不释手 No.5 乔本还奈 千年无相少女阎王 乔本还奈 不仅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国民女爱等 更是日本现今最当红的新生代女演员之一 同性出身的乔本还奈 原本是在一个地下女团 作为一名默默无闻的小偶像 没有想到一次路演 被拍到了一张照片 被人放到网上 从此一路走红 更被日本人誉为千年已遇到偶像 颜值上来说 乔本还奈属于顶级的少女演 不仅甜美而且轻利 煎恶仙气又蒙太横生 是顶级的偶像演 也是适合大荧幕的演员脸 砸起双马尾之后 真真就是小说里才会有的美少女 清甜柔腕名谋后至 No.4 SH48菊静一 清理五脉美人风味 小菊在女爱豆中 属于长相和气质 都很正同美人的类型 也正因为如此 她的古装 比起其他女爱豆 更有美感和古乐 小菊的双马尾 比起其他女爱豆的 甜度满分懒生 多了一丝古典气息的情力 有种蛋装浓膜 总相依的味道 No.3 原火箭少女杨朝月 剑膜脸蛋 CG身材 如果双马尾有王位要继承 那么杨朝月一定是 最有竞争力的王储之一 在刮美心中 杨朝月 杜鞭麻友 锦一铃 就是双马尾剑三巨头 杨朝月拥有着剑膜般的 幼太脸和一七领家的 高挑身材 剑背大长腿和盛世美颜 她的双马尾 就是真人版美少女战士 No.2 AKB48杜鞭麻友王道偶像 正通铁妹 杜鞭麻友因为她 双马尾才变成了女爱豆的景点发型 也是因为她 双马尾成为了偶像的标志性发型 在杜鞭麻友之前 双马尾并不是女爱豆常用的发型 而因为杜鞭麻友的双马尾 实在是太像日门中的少女真人版 所以双马尾发型迅速走红 甚至成为了每个女爱豆与书发型的 可以说 杜鞭麻友就是双马尾界的 无冕之王 永远的神 No.1 Red Velvet精灵 顾盼神灰神剑少女 其实这个第一名 瓜被纠结了好久 因为周日韩的三位双马尾之神 杜鞭 杨朝月 杜鞭麻友 他们的双马尾实在是太好看了 最终将耶鞭放在第一 是因为我觉得 耶鞭的双马尾更加多样性 他的双马尾可以元气甜妹 也可以美国辣妹 可以又蠢又郁 也可以清晰领动 而且耶鞭比起杜鞭麻友和杨朝月 更有一个优势是 他可以hold住各种发色 hold住各种发色双马尾的锦衣灵 所以双马尾之神 非眼里莫属 这里面有你的爱豆吗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瓜妹 你最喜欢哪个女爱豆的双马尾哦 你最喜欢哪个女爱豆的双马尾 你最喜欢哪个女爱豆的双马尾